但毕竟是陷阱医院 医疗条件有限 如果把妹妹石玉霞送到这里 那后果难以想象 事到如今双方都不肯让目 无奈之下小光只好先回到广州 再做打算 你说这事能就这么完了吗 卫竟人到底是咋想的呢 石玉霞最终会得到怎样的说法呢 没有钱了 还少了亲情的关怀 石玉霞总不能就这样一直待在医院里吧 记者呢 还是想让这两家坐下来好好谈谈 把石玉霞的事呢 能够尽量做到彻底解决了 针对石玉霞说自己 不管儿媳妇的指责老魏说了 那真是冤枉我了 去到那的时候我就对那个医生阻止医生 我儿媳妇呢 去到那个阻止医生呢 我就对医生说 第一句话就是说医生 请求你 不是一切的假 就是把我的儿媳妇救回来 当时我去到这个他实现太多 前身都是白色了 我看到都是这痛苦一条 是吧 这话好像不假呀 实际叔叔也说过 当出事的时候 味道还是很积极的 后来为啥就突然走了呢 再也不闻不问了呢 到底因为啥呢 是什么造成的 本来是很小很小的事情闹成的 就是公司回到公州的时候 第一个感觉啊 就是他们我跟他们说 现在我媳妇 是吧 现在就进了那个ICU病房 就是不用家属护理 你们这三个年呢 就因为他就在那个四二一附近嘛 他们就在那个房边嘛 是吧 你们给三天五天时间给我 我把儿子送到五法医 你们一院住了院 我顺便的回家 看过那个两个小的 从我老婆 接点钱三五天以后呢 我就倒回来 第一个感觉就是 他们三五天时间 空间没有给我 年营之余的 狼群的矛盾就在那 听老魏的意思啊 毛病就出在这儿了 自己需要三五天时间 可对方没给 所以就来了气 不仅自己抬腿走人了 还把儿子也给带走了 这个我理解不了 我怎么存在给不给他时间呢 我是在帮助被归人